这个上式图,再来做前式图,从这边看过去 那这边看过去的话呢,其实要把这个平面画出来就可以 那总共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高度,从这边到这边先画一条线 再过来137,上来70,20,30 然后再来这个地方多少 其实就是把这个加起来 50,137-50,就137-50,就是87,然后再往上 往上也是一样30,折回来,那这个地方再做个倒角 倒角我需要的,就是一个边加一个角度30度,然后把这个倒角做出来 前式图就做出来了 这是第二步,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第三步呢,就是上右式图,要把它画出来,右式图其实就是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相关的尺寸,这边都有 包含这个地方 其实高度可以先画,这个高度多少 这个高度的话呢,实际上就是 就是60,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因为这边有个高度60 然后17 上来16,折过来5 再上来多少 就是 32,减掉16 26 那另外一边你可以用什么,用镜色 先做 做出来之后,镜色过来 然后再做什么,倒角 倒角 这个 右式图就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你要把它变成 都是三个面的 这一个 2D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让它长出来 那长出来,其实 我们上式图 就是要给它一个什么呢 其实 上式图 实际上将来要结合的话 就是 就是它的高度 所以高度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呢,我们就给多少 高度部分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的高度 所以 这个就是把三个面 我们用那个 用 用那个 按 用挤出的 所以三个面就把它变面玉 然后再把它往上拉 60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高 然后前式图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 把它挤 挤出来的高度是 就是这个尺寸 70 然后再来 这个就是 右式图的话呢 因为它是 这样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它的是 137 那最后把它做连击就可以 首先的话 我想各位先把图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个 三个2D先画出来 那最后再把它交集 OK,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